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Cshop变相对象编程系列课程 今天我们要讲的知识点是重载运算符 那么什么是重载运算符呢 利用现有的某种运算符 针对自定义类或者结构 定义某种运算操作 就是重载运算符 那么有几个关键的点需要大家注意 首先是利用现有的某种运算符 不能是自己新创造的运算符 必须是现有的 就是Cshop语言规定的那几种运算符 我们后面会讲到 那么针对自定义的类或者结构 那么预定义的类和现有的运算符 那么它的含义是非常确定的 比如预定义类型int 是吧,整数2加3 就是一个加法的含义 就是等于5 你不能通过重载运算符 把它把2加3的加法含义改成乘法含义 比如说2加3等于6 相当于2乘以3 这是不可以的 好,那么定义某种运算操作 这种运算操作呢 一般和这个运算符 看起来具有某种关联性 比如说我们这里举了个例子 某种运算 我们之前有狗的宠物商店 有狗狗类是吧 狗狗类 那么狗就有公狗狗母狗狗 是吧 相降就等于一个新生的小狗 这是一种加法操作 我们这种加法操作和 这个两只狗狗结婚 生出小狗狗的这种 这种行为是吧 感觉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如果换成成号除号是吧 或者大运号小运号感觉就怪怪的 好,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冲载运算符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冲载运算符 那么总而言之就是想解化 自定义类型的操作 那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吧 公狗狗加母狗狗等于小狗狗 是吧 那么这个操作呢 本来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来进行实现 比如说传递两个参数 一只公狗狗一只母狗狗 然后return 你有一个小狗狗返回去 用个函数来实现也是可以 但是用一个调用一个函数 传递两个参数 它的方便性和直观性远远不如 这两个类型的对象 通过一个运算符连接起来 那么显得直观和自然 也就是说要简化自定义的操作 让它更方便 那么既然有任意运算符嘛 那么就尽量的使用这些运算符 来 当然这种情况下 运算符和这个操作是具有相关性的 和运算符具有相关性的这些操作 如果使用运算符来重载 来进行操作的话 那么显得非常简单 直观和自然 主要就是这个作用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重载运算符的语法细节 那么这是刚才我们举的例子 公狗狗加母狗狗 然后return一个新出生的小狗狗 那么这里我们又看到了operator 这个关键字 之前我们已经遇到过了 那么这里就重载加法运算符 注意 那么这就其实就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public static 是静态公有的 并且这个函数应该属于dog类 应该属于这个狗狗类 那么这个函数返回值是一个狗狗 然后两个参数也是一个狗狗 二元运算符加减乘出 大家非常熟悉了 一位操作 然后又逻辑与逻辑货 逻辑飞 然后大于小于等等 关键大家要注意 除了这些列出来的一元和二元运算符以外 其他运算符是不能重载 比如说复制操作符 逻辑与逻辑货 然后这个 这叫什么 索引操作符 我们可以定义索引器 但是我们不能重载它 括号我们可以 括号我们就是确定的 可以定义 自定义的类型转换 但是我们不能重载 这个括号其实还有函数调用的意思 对吧 但是我们不能重载它 很遗憾 那么这个就是大家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一种语法规定 那么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如果是一元运算符 它的操作符必须是类或者结构 如果是二元操作符 二元操作符 那么它的至少有两个操作符当中 至少有一个是类或者结构 不能两个都是比如说预定义的这种整数 bloat是吧 五点数 这是不可以的 至少有一个表示我们的类或者结构 好 重载运算符不能做什么呢 这需要就是说反着来啊 告诫大家不能做什么 不能创造性的运算符 改变运算符的语法 重定义运算符 如何处理预定一类型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改变运算符的优先级和结合性 本来乘除的优先级 要高于加减 你不能通过重载改变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具体举个例子 我们之前还是我们的狗狗和 我们就不继续举我们这个生小狗狗的例子 我们举一个比如说年龄的例子 我们这里定义一个所有的宠物他都有年龄 比如说int年龄 那么这个年龄 初始化为0吧 我们再定一个比如说一个方法 方法呢 显示显示年龄 好 然后我们这个年龄输出来 h等于加上我们的年龄 好 那么我们有一个年龄的属性 我们想要啊 这个狗狗就是宠物商店 假如这些宠物商店的狗狗 呃 或者猫猫啊 所有的宠物他都有个年龄属性啊 这是符合 呃 实际情况的 那么假如 啊 我们马上就要过年了 是吧 啊 新的一年过后 我们所有宠物他的实际年龄情况 需要加一 对吧 那么这些所有的宠物应该加一 我们就想定义一个 重载一个操作服 叫做自增 是吧 比如说int加加是吧 这种自增操作服 首先所有的重载操作服 必须是 公有静态啊 然后呢 返回值是什么呢 返回值还是宠物 我们需要operator 观点字 然后定义加加 然后参数是什么呢 参数就是这个宠物自身 是吧 啊 定乎所有的路径都能返回 我们还没写完 所以他报了个错 好 那么我们想针对宠物的年龄 做一个自增 然后返回这个宠物啊 好 这个没什么问题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实应 假如我们这里啊 宠物商店 是吧 到年底 这个效益非常不错 我们把上面这个复制下来 卖的只剩下一只孤独的猫咪 和一只孤独的狗狗 两只狗狗吧 是吧 那所有的这个 那么我们就想用一个for循环 还等于零 然后所有的过年的时候啊 新年第一天 我们想把所有的宠物 让他们的年龄 更新他们的年龄信息 相当于 小于 那么我们这样做的话 就非常的方便 加价 并且 呃 这个 pads 然后 i 那这样 对吧 然后并且 pads 点 应该是他的成员啊 不是这个数组的名字 show age 好 我们看一下 h的名义 我们改一下上面 下个名字 嗯 是谁的 这是谁的年龄 这是杰克的 汤姆的 新年 他们都长了一岁 新年 他们都长了一岁 那么这就是 调用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一个断点 看一下 比如说启动 在调用的时候 这个断点 我们F12 可以定 这里定一个断点 这里的断点 去掉 每次调用的时候 发现都会 做加加操作的时候 不是 直接进行加加 而是 会调用我们 重载的加加 自加 这个 运算符 重载的这个运算符 这个函数 会调用这个函数 增加我们的年龄 最后显示出年龄 好 那么我们今天 重载运算符的课程 就讲到这里 好